以下內容純屬主持或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頻道立場無關 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知足前瞻 剛剛我們講了第一場比賽 利物浦對克德斯菲德 接下來就有第二場 就是白禮頓主場 星期日晚九點半 迎戰Gary愛隊修閒頓 沒錯 先講一下兩隊 雖然是我愛隊 但我也很忠幸 看就怎樣 先講一下兩隊近方 首先就是白禮頓最近五場球分別是兩勝一和兩副 最近三場是0-2輸了給阿仙奴 1-1和了愛華頓 和3-0贏了韋斯咸 至於作客的修閒頓方面 最近五場球跟白禮頓一樣都是兩勝一和兩副 最近三場是1-2輸了給斯督城 2-2和了紐卡瑟 和1-0 憑著寶法惠的金球 1-5贏了西布朗1-0 嘩 這麼厲害 沒錯 很厲害 不過修閒頓的金球我們先講一下 先講一下主場白禮頓 主場白禮頓其實剛剛在上個星期的聯賽 其實打了星期五晚的比賽 即是英超的早場 3-0輸了韋斯咸 其實這場球為白禮頓帶來 在英超第一場作客勝利 其實這場球進入的三球球 其實都是很值得 因為留意就是韋斯咸個人犯錯的元素是比較多的 其實就並不是說因為白禮頓的功力強到要對爆韋斯咸 那些核贏那些河西方敵 絕對不是這樣 那些薩巴列達漏了球 然後踢回人輸12碼那些 所以其實白禮頓的功力 雖然這場球贏3-0 但不是說這3-0的比數反映出來真的那麼強 但也要說說白禮頓已經在英超看了九場球 其實慢慢都已經撿到進攻的形狀 其實他進攻的形狀 其實都慢慢承認 最主要力是靠進攻中場的哥洛斯 沒錯 帕斯卡哥洛斯 其實之前介紹過 英哥斯達特過來的 今季白禮頓總共入了九球球 其實六球球都是跟帕斯卡哥洛斯相關的 佔比率很重 沒錯 無論入球或助攻 三分二的球都是關於他 當然厲害 德國的進攻中場 其實踢法都很聰明 硬去的球他絕對不會做 但比球的位置、尺寸很好 德國近年都生產很多好的中場 對 這些是很難得有足球智慧的中場 大家都值得留意一下 剛剛說有一個好的進攻中場 當然也有兩隻翼 右手邊就是洛卡特 這就是上季英冠白禮頓的升班功臣 今季季初就傷了幾場 但現在就拿回正選為止 在右翼方面 現在他很活躍 左腳仔打右翼 上了一場球對著韋斯岩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看到 一拐入中間的時候 右翼上一側就有射門的機會 即是他的推波 密步又夠快 技術又好 經常都可以為對手 帶來威脅 另外左翼方面 之前提過 伊斯基亞度 貴初還在適應階段之中 但現在已經拿到正選為止 伊斯基亞度最強的是 射門欲強 右翼打左翼 但他很肯拐入中間 亦都是推過你一個兩個 絕對不怕你 然後立刻就在大位上 起右翼圈圈 上一場球對著韋斯岩 看到他的攻架 射到組合特 撲到也要入 亦都是很有侵略性 進攻的中場 加上兩隻翼都已經 這麼有威脅 這麼有侵略性 再加上這個防中 有分波的荷蘭角角補拍 其實荷蘭的正選 荷蘭國家隊的正選球員 雖然荷蘭國家隊的戰績差一點 但是寶柏在白禮頓 有一個舉足輕賽狀 為什麼呢 因為靠他在後場 組織運球 逐格逐格上 因為白禮頓很喜歡打4-4-2 兩個中場中的球員 正路來說 其實球員都要經一經他們 才會分邊也好 派到前面或者怎樣去操作 那這個寶柏呢 其實那個轉數 一來那個 上來回版快 高 轉數高 二來其實踢球的風格 那個文露 其實是 都挺荷蘭的感覺 都挺全能的 所以其實寶柏也是 挺值得留意的一個 防中球員 所以變成這裏 無論是這個 富豐的哥洛斯 和剛才說過的幾個中場球員 其實呢 慢慢也是 背起了白禮頓的進攻 那個重任 當然了 進攻也要靠前鋒 其實白禮頓的前鋒 就是最近隔離梅利 在這裏 進入了兩球球 但是其實隔離梅利 都是後備 接下來這一場 對著修咸頓 將會有 以色列國的希美特 來復出的 對 因為希美特 始終是 充斥力比較強 入球能力 可能有所不及 因為格蘭梅利 入球能力 尤其是在英冠的時候很高 對 但英超現在也有試過 始終你上去英超 你強把球隊的實力 難免了一點犧牲 沒錯 但是接下來的一場 我估計 希美特 打回城市 始終有牽制力 對著一些 叫做英超 穩打穩宅的修咸頓 應該就是 放回一個在前面 停球的球員 令整隊球運作 可以長順一點 可以在別人的半場上做事 我覺得希美特是適合一點的 對 剛才提到這個進攻的體系 防守方面 對白禮頓 今季的兩個中堅 就是鄧克和杜菲 在最近幾場球 其實已經看到他們兩個 已經逐漸適應了英超的節奏 尤其是因為白禮頓 縮得偏後 防守的時候 主要是在中場線之後 才開始佈防 壓迫方面 沒有那麼強 沒錯 他們甚少壓迫 都是站位為主 盡量保持隊型 不要散 但作為兩個中堅 其實他們兩個打法 都是比較穩陣 有球一腳清 最好是這些 在後防會造成危險 對 中下游或者護級球隊 其實最好就是這些中堅 因為防線 一犯錯的話 就很容易失球 失球 要不就是別人比你厲害 要不就是你自己犯錯 避免犯錯 其實已經減少了很多失球 杜菲和鄧克 也是兩個犯錯甚少的中堅 亦都是有制空能力的中堅 兩個都很頂得 基本上那些球 所以其實兩個一拼中堅 再加上守門員的馬菲拉欣 馬菲拉欣也是一個 反應很快的守門員 也都是暫時 白禮頓來說 他應該是放在告意之上 所以其實白禮頓的防線 其實問題不大 也有習界隊長 班奴沙托 也是一個經驗很好的球員 上來助攻時也很定 所以一些西班牙籍的球員 其實在進攻的時候 是跟英超的球員 英格蘭的球員 其實你看得出風格有分別 是的 技術方面比較好一點 是的 講完白禮頓 白禮頓介紹完 最近近方好像對爆別人 好像很厲害 是的 三比零 嘩 即是一場球入三球 即是嚇死人 講一下對方的修咸頓 作客的修咸頓 今季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一定是入球能力 是 你這樣說呢 其實修咸頓在暫時的聯賽榜 其實現在入了八球 其實二十度已經排十一位 中游 即是九十八球都不是很過分 對 第十一位 所以他現在排十一 但其實問題是 在射門方面 真的令到修咸頓球迷 相當之嘔血 因為在1718年的球季裏面 其實在修咸頓的射門中龍的比例 只有31.1% 全英超排第十九位 那接著那個呢 接著那一隊就是剛剛才入球的水晶弓 哦 那是對的 即是高過水晶弓 另一件事就是射門轉化入球 射門轉化入球 總共只有8.9% 10%都沒有 亦都是全英超排第十九位 嗯 那接著那個 第二十位又是水晶弓 又是水晶弓 又是水晶弓 就是了 原來那個進攻力 射門中龍比例 和射門轉化入球的比例 都只不過是好過水晶弓 糟糕了 上當年 曼聯高爾 都有計算過數 每七球都入到一球 都高 都高 現在整隊人只有8.9% 真是 為什麼這樣呢 裡面有些表表者 有一個防守型前鋒 叫做浪智 浪智其實 對上十九場球 無論正選或後備 都已經沒有球 是 浪智很難怪 浪智其實 奔走很多 尖前顧後 或是前面打擊 後面防守浪智 後面防守浪智 返回頭 不可以要投他那麼高 主要他其實在前面 撈 射門那個 操藍可能沒有那麼高 是的 簡單一點說 其實上十五場球 其實收藍頓只有九場有球 九場有球 還有十球 其實數據也說了 歸根究底 如果看收藍頓的比賽 其實前鋒的卡士是有的 從來只有見到美斯斯斯浪大哨 才會在後場扭到上去 一個扭五個扭到 人家西布朗那些兩個後衛 撞在一起 嘩 真是幾位興奮 西布朗那些石頭 石像 癡筋 都過你 連過五個 躺遠處入 你看了九場有一球 給你看 算是這樣 是 捉著捉著 終於可以 終於可以 終於可以出道 等了很久 我都捉到爆 看得出另一件事 其實有卡士的前鋒是有的 但問題是 在組織方面 其實他們的組織 好聽說就是正路 不好聽說就是沒有變化 目睹 沒錯 羅美奧拿到的球 一定是橫傳的 史勒粉戴維斯拿到的球 甚少向前傳的 但是 這些都是玩全球的球員 那這些突破的球員 列盟 列盟今季的狀態 簡直是差一點 列盟平時都是很靠他的突破 但是列盟今季也是一個 表現水準之下的球員 另外 信心回來 是的 另外 今季表現比較突出的中場球員 都是拉文 就是由祖安達斯來頭的家蓬中場 我們修咸頓的比賽 我替了很多場 甚至我覺得他在中場的作用 好比普巴 風格又像 不知是否祖安達斯 即是跟過一年 偷過C 都是這樣上一踢 我先學一下 所以變成修咸頓今季強 就是在中場的控制 以及攔截 掃檔 但是前鋒 送球給前鋒 其實甚少 供應亦少 因為今次現在領隊 帕利堅努 也不喜歡用華特鮑斯 也不喜歡用年輕球員 令到少了一個死球的殺雀 當然也要說 另外一個輸送的球員 泰迪今季狀態一直都非常低沉 他打國家隊 就真的在歐洲 世界杯的歐洲俱合為賽 他是左攻王其中之一 但是來到修咸頓 其實他的速度已經開始 變了他的弱點 已經被人弱點攻擊 頻率開始追不上 對 被人鬥快掃 沒理由鬥快掃你 分明是掃你 對 所以泰迪今季修咸頓的狀態 稍為會 泰迪本身都不是一個速度高的球員 對 但是以前修咸頓 仍然有柏利 或是正式時有柏士丁 在那邊 調球進去 起碼前面也有個中鋒 但是現在加給阿丁尼 真是很靠中場衛球 甚至是剛才說的保法奧 真是一時時的 其實十場有九場 我們都吵咬他 你自己扭球 瘋了什麼 傳 那些傳 什麼時候傳 第二天才傳 人家跑掉那些 但突然進入個好球 那你這些怎樣 進入個好球就是J 但平時我拘捕的時候 你不知道 其實修咸頓的進攻 那個進攻是疲弱的 但薩蘭頓唯一號 也沒有什麼張白 是啊 本來可幸就是那個防守 其實吉田邁尼也保持高水準 另外雲迪克今季 現在出了幾場 慢慢漸入街景 不論他的目的是為何 可能他也是鋪路一月走 他也開箱 但接下來幫助薩蘭頓這幾個月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吉田邁尼也有點猜不到 初頭那兩季去踢 難聽說他是柴子球 自己的解圍都不湯不水 想不到反而 踢到年紀大了 有31、32歲的時候 完全不同了 是啊 吉田邁尼也現在 他的犯錯少了很多 還有 開始會 他一纜起副隊長 然後史勒蘭頓大利斯 不在場的時候 他就是做隊長 他也有指揮的能力 開始感出聲 如果當一個後防中 有強人開始感出聲 其實對組織的防線是會比較好的 但現在西南頓的防線 唯一的隱憂就是 費薩科士打 費薩科士打 其實近來發波溫的次數 真的非常之多 為何英格蘭國家隊 現在迫福特 祖克特都選 都不用費薩科士打 因為費薩科士打 今季犯錯非常之多 那沒有那麼 迫福特是抵算的 是的 迫福特也抵算的 但是西南頓上一場球 對著西布朗這場比賽 其實大家已經看得到 一些高空球正面吊過來 或者是斜角 吊過來的高空球 其實他已經殺了高球 沒有人跟他爭 這樣也甩手 甩手下去 差點甩到別人的地方 接拖甩手 然後馬上撲出去 很狼狽 這些有很多 那些其實是門障信心的問題 不是一球 是草落 是的 再之前對劉卡士道的時候 一些對方的球員 不只一些正面的射球 又不是副球出底線 拍出來被人撿 這些是門障的大忌 基本上最近費薩科士打 都犯了 而且腳 人家回傳那些 散路人地道 他又被人攔倒 那些 所有守門員要犯的錯 他都犯了 接下來收藍頓這場球 在對白禮頓 其實作為收藍頓的粉絲 希望 應該這樣熟悉收藍頓的小弟 希望可以嘗試後備的守門員 阿力士 麥卡菲 都要時候轉一轉 即使你們收藍頓也好 門障方面既然有些問題 即使是迷信心危機也好 或者真是 踏波瘟也好 都要給回一些轉變 是的 是的 沒錯 希望在防線上 亦都令科士打感受到 其實你現在的地位 受到威脅 是的 在後防方面 暫時兩個中堅都挺好 挺穩固 左閘的貝查特 近來的狀態都稍微低了少少 但因為英格蘭左閘沒有人用 所以依然用 貝查特狀態低少少 只不過他可能 即使你所說進攻單調 貝查特都有他的責任 因為他一向都攻強於手 是的 你找得很好 貝查特本來攻強於手 但近來的比賽 貝查特真的很少上 是的 不敢上 你在左翼的後面 他不插進去 你不插進去就不是貝查特 你變成普通的左閘 變成巴欣斯 但巴欣斯很穩固 巴欣斯 是的 但他的強項是進攻 不是防守 但如果他都不插進去 其實 修咸頓的功力疲弱的原因 就是兩隻閘 蘇瓦利斯右邊出球 已經差了 現在連貝查特 都不太敢上 不太夠放 所以修咸頓 接下來要改善他的功力 絕對是當務之急 接下來的主場 接下來作客去白禮頓的賽事 兩軍的對碰 看看一個比較之下 其實白禮頓作為一隊星班馬 其實他今季的成績 已經到現時為止 已經是超額 今季的三隊星班馬 總共得到37分 其實在近十年 三隊星班馬總共得分 已經是最高 德斯菲爾德 紐卡蘇 還有現在白禮頓 三隊加起來 是的 所以其實 今季的三隊星班馬 其實都不可以看少 甚至他們已經在強領身上搶分 沒錯 現在白禮頓其實有一定的實力 所以修咸頓一定 作客來到這場比賽 來到白禮頓 絕對不可以覺得是吃硬 加上現在修咸頓的狀態 幾個進攻球員都比較低沉 但是修咸頓有另一個數據支持 就是在2017年 其實修咸頓作客的比賽 已經贏了五場球 主場只贏了四球 四場 作客似乎好像心理包袱 小一點 踢得磅一點 開一點 其實現在修咸頓就是要踢得放 究竟人家是有些突破力很強的球員 但是白禮頓的進攻 其實都很靠個人質素 剛才說過兩隻型 甚至是哥諾斯的 可不可以發到板 但是只要其中有一兩個 是發揮不到的話 其實白禮頓的進攻 就立刻變成很單調 只有一個人去做事 所以修咸頓接下來看看 他有沒有能力鉗制 那麼修咸頓的防線 其實問題不大 鉗制這一類型的進攻中場 或者是一些個人獨扭的 一些逆防球員 在進攻方面 因為剛剛說過的數據 就是作客贏球的成績好像好些 似乎作客會踢得放些 現在修咸頓需要的就是要踢得夠放 所以我相信接下來修咸頓 在前線方面可能有少許調整 暫時不要再出狼子 繼續打雙箭頭 但可以考慮一下前面用 查理歐士丁 踏著加比阿甸尼 都是一綱一游的組合 另外聶盟也可以考慮一下 先退後備 這場球補法奧應該會正選上陣 因為上場球補入了金球 這麼厲害 這個信心大增 我相信白禮頓在主場 應該都會難逃一敗 修咸頓可以贏到1比0 入圈力太低 贏就算了 這麼有信心 因為其實白禮頓的進攻 剛才也說的單調 只要他有一兩個人突然發揮不到 其實可能他都崩盤了 但修咸頓反而是因為他中場中路 那個筋底夠厚 你有一個人發揮不到的話 三個中場仍然可以保持球 仍然可以繼續組織攻勢 逐格逐格上去 所以我覺得修咸頓那個 平安質素高一點 還有踢法比較成熟一些 比較類近歐洲大陸的踢法 所以我覺得他是比較有形狀的 可以贏到1比0 有信心好試試Garry 好 今天星期日記住看球 沒錯 多謝大家支持 新的環境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富裕了大家兩個星期 但我們會繼續為大家提供一些前瞬的節目 下個星期也會繼續有 沒錯 多謝大家支持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Bye Bye Peace benefic 請到 吃 好 粉 打